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环球时报 从明镜回席店 欢迎收看胡侃 环球时报旗下环球网记者傅国豪 星期二夜里在香港机场被示威者非法拘押 并遭到非人道的对待 后来香港警察和救援人员一起将他救出 他已经在星期三下午抵达深圳 他的事牵动了全中国公众的心 可以说傅国豪在被暴徒捆住手脚时说的那句话 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们可以打我了 这句话感动了全中国 而中国公众对他的支持 以及无数粉丝对环球时报所表达的支持 则感动了我们 老胡在此要代表报社 向香港警队和机场救援人员表达诚挚谢意 我还要替国豪谢谢全国所有关心他的人 谢谢留言鼓励他的网友们 我想说有大家在国豪就不孤独 环球时报赴香港报道总就无所畏惧 我们还要表达对国豪的敬意 他来环球网才一年多 按照程序他还没有领到记者证 但他表现突出迅速成为网站的新秀 也因此成为香港报道团队的一员 他是一名善良政治的记者 我想说正是这种善良和正直 支持了他面对暴徒时的英勇 星期三凌晨 我和国豪通了电话 他第一句话就对我说 非常对不起 给大家添麻烦了 大半夜的让大家都不能休息 他还说一直强调安全第一 但我今天还是出事了 大家可以想见 我当时也代表环球时报的同事们 对他说了很多温暖的话 也转达了全国网友们 对他的支持和称赞 还告诉他 他的事情上了热搜 他说很不好意思 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大家的关心 说真的 郭豪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首先想到 却是给报社和同事们添了麻烦 他的这种朴实 让我当时鼻子都有点发酸 要说记者是一种职业 这个行业里的许多人分不清 也不去想这个职业究竟卑微还是伟大 但他们会在珍视自己的职业精神上 更多一些自作多情 所以每当一个地方出大事时 有危险时 记者常常是揣着一丝使命感的逆行者之一 郭豪就是这样的同行和同事 在香港有很多和国豪一样的内地媒体记者 星期三老胡看到有一些香港媒体人炒作 傅国豪没有带记者证的事情 我很气愤 这是想说什么呢 想说这样非法拘禁傅国豪并且围殴他就有道理了 事实上星期二夜里傅国豪被非法拘押的消息一出来 有关他的资料就迅速在网上传开 香港媒体的报道已经提到他可能是环球时报记者 我本人以最坏的速度在推特上发文 证实一段视频中被示威者非法拘押的就是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 并呼吁示威者将他释放 同时呼吁在场的西方记者能够帮助营救他 我要说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环境 支配现场的是示威者的激烈情绪而非理性 那完全不是一张记者证就可以保傅国豪平安的事情 很可能他当时如果有记者证会遭到另外的不测 事实上记者证保护不了内地记者的平安 还有可能置他们于更危险的境地 至少环球时报记者是有这种现实担心的 一些港媒用福国豪没有带记者证这个细节 试图把他被绑架虐待的责任推到他本人头上 这很没有道德 这是立场先行 把事件作为材料进行剪裁 想把讨论从事情的原点上强行带走 实现对特定目标的栽赃和实现为特定目标的开拓 希望香港媒体不要偏离常识 不要搞出价值上古怪的东西 暴力示威者绑架并殴打了一名记者 谁是施恶的一方 是一目了然的 这里没有反转的空间 搞强词作理的论证 或者是要昧着良心干的 或者是价值标准已经被打翻的狂热的黑白颠倒 谢谢